慈濟巴西聯絡處發放眼鏡 從2000年2月開始 一座快要20個年頭 81歲志工蔡炳永從未缺席 原先下鄉一直有眼科 但是眼科後來沒有幾個月以後 那個眼科潘醫師他就說 這裡很多窮人都買不起眼鏡 所以他是建議我們要發放眼鏡 每次發放也是志工推廣慈濟人文的時候 牧師威廉投身志工行列 希望大家把愛的能量擴大 我已經十年來的徒弟 助手是美麗的 在達到那些人不擔心 在做夢想要有眼鏡 要有醫療的 Titsushi他就來改善 然後變成很多人 已變成太值得偶然 除了贈送眼鏡 志工也準備食物籃 給需要幫助的貧苦家庭 一份重達17公斤滿滿的愛 一份重達17公斤滿滿的愛 你覺得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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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2个家庭得到了帮助 志工希望用心用爱 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品质 也温暖他们的心灵 大爱新闻 这上美志工 陈首永 李金满 发起报道